在前不久的视频里 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神秘莫测的量子世界 聊过那些让人既着迷又有点废脑的量子理论 还有粒子能够像幽灵一样穿墙的量子碎穿 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可算是震撼人心的里程碑 而今天我们的故事要飞到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去认识一项正在悄悄酝酿的量子心突破 他的出现就像在科学棋盘上突然走出一部意想不到的妙招 可能彻底改变未来的玩法 这位发明者是年轻的印度艺助理教授阿卡什萨海 他的灵感和动手能力让人瞠目结舌 竟然能把原本长达数英里重如巨兽的大型强子对撞击 压缩到一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芯片上 就好比把一架波音747塞进鞋盒里 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但科学家们已经能看到它的巨大潜能 未来它或许能实现原子级别的癌症精准打击 让患者几乎没有副作用 在物理学上 它可能为探索宇宙最深层的奥秘开辟新路径 甚至触碰到关于多元宇宙的终极假设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这段影像 去看看这枚看似不起眼的芯片 是怎样一步步挑战科学常规 推动医学与物理学走向全新的时代 回顾历史 想要制造出足以让粒子接近光速运动的超强电子厂 过去只能依赖庞然大物般的设施 比如耗资数十亿美元 占地好几英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那可是科学界的能源怪兽 这些庞大的加速器无疑是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的核心工具 但问题是 它们造价惊人 动辄数十亿美元 再加上体积庞大 维护复杂 全球只有极少数顶尖研究中心能拥有 大多数科研机构只能忘记星探 而萨海的大胆之处就在于 它并没有推翻加速器的基本原理 而是将这一成熟的物理规律 巧妙的折叠进一块比拇指还小的设备中 实现了从巨无霸到微缩版的惊人跨越 这项创新的核心秘密 藏在一个叫极端等离子体的现象里 当电子在材料中高速来回震荡时 就会产生强大的电磁场 仿佛在材料内部瞬间掀起了一场能量风暴 过去 这种能量风暴只有在大型设施里才能制造出来 但萨海用特殊的硅基材料 让这一切在指尖大小的芯片上重现 把原本需要巨型机器的过程浓缩到微米级的空间中 它们的秘诀是精准控制材料中电子的急速运动 并巧妙地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及时导走 最终在芯片上达成了过去 只有大型粒子加速器才能实现的 每米拍幅级别的惊人能量密度 相当于在针尖上汇聚闪电的力量 有了这项技术 科学家们完全可以在巴掌大的实验室里 做出原本必须依靠庞大设施才能完成的高能实验 而且设备小成本低 维护起来也更加简单高效 这种粒子加速器微缩版的出现 不仅是物理学领域的一次技术飞跃 更是在科研可及性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因为它大幅降低了高能实验的门槛 让更多科研机构有机会参与到世界前沿的探索中来 换句话说 这项量子技术完全不需要动辄数公里长的实验大厅 只要有一间小型实验室 甚至普通大学的科研室 就能开展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尖端实验 萨海的这项量子技术 并不是只局限于物理实验室的小天地 它的触角可以伸向多个领域 从医学诊断到基础科学 从材料研究到能源探索 都可能因为它的出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医学方面 这项技术最令人期待的方向之一 就是制造出伽马射线激光 这种名字听上去就很科幻的工具 未来可能会成为医生手中精准又强大的手术刀 它的威力在于 能在原子级别精准锁定癌细胞 就像用显微镜瞄准敌人 再用光束直接将其击碎 而且整个过程几乎不伤及周围健康组织 真正实现外科手术刀般的精准打击 相比传统的放疗化疗 这些方法虽然有效 但往往会误伤健康细胞 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 还要承受严重的副作用 伽马射线激光的精准治疗 就像定点清除 不仅副作用小得多 还能显著缩短病人的恢复期 更令人兴奋的是 这项技术还可能让医生和科学家 用原子级显微镜 去观察细胞结构 把医学成像的分辨率 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而看到以前 根本看不清的生命细节 这样一来 科学家和医生 就能第一次真正目击体内分子 是如何工作如何变化的 这不只是看个静态照片 而是像看电影一样 实时捕捉生命在分子层面的动态过程 这项成像技术如果普及 医生将能在疾病刚刚冒出苗头时 就察觉到从而早一步采取行动 不仅提高治愈率 还可能挽救无数生命 而在物理学的战场上 这块微芯片带来的意义 同样非凡 它让科学家们在巴掌大的空间内 就能开展过去 需要庞大加速器 才能完成的高能实验 从而探索那些 关于宇宙最深层规律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令人血脉奋章的方向 就是研究暗物质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 却占据了宇宙大部分质量的神秘存在 暗物质好比宇宙里隐形的骨架 支撑着星系的结构 但它拒绝与光互动 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都像是在和一位 不肯露面的神秘客捉迷藏 过去 想要研究暗物质 几乎离不开那些规模庞大 造价惊人的粒子加速器 这让暗物质研究成为 全球少数精英团队的专属领域 而有了这种芯片极加速器 研究人员甚至可以在实验室里 重现宇宙大爆炸后的极端环境 直接观察暗物质可能的表现方式 从而一步步揭开它的真面目 更大胆的是 这项技术还可能让科学家 第一次接近验证多元宇宙理论 那个关于无数个平行宇宙 同时存在的惊人设想 也许将从理论走向实验室 虽然目前的实验方法 还无法直接看到平行宇宙 但萨海的量子突破 将为科学家提供所需的超高精度 让他们有机会通过间接证据推翻 或证实现有认知 重新定义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事实上 这项突破的价值 远不止它眼前能做的那些事 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引发的科研方式的根本变革 过去 高能物理是大国和巨型机构的专利 而如今 一台小巧且成本低廉的设备 可能让科学研究走向去中心化 引发整个科研模式的范式转移 在今天 想做高能物理实验 意味着要依赖耗资数十亿 建设周期数年的大型设施 而绝大多数科研机构既负担不起 也没有条件参与其中 但当这样一项技术 被压缩到微芯片大小 就等于把尖端科学工具平民化了 从顶尖研究所到普通大学 都有机会进入高能实验的最前线 而且它的影响并不限于高能物理 这种平台级技术将像催化剂一样 推动材料科学 能源研究 量子计算 等多个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想想当年的激光 从最初的科研玩具 到如今无处不在于电信 医学成像 工业制造 萨海的芯片级 加速器未来 也可能走上类似的道路 渗透进材料科学 能源生产 甚至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的最大魅力是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极高的精度 这意味着科学家 能够大胆尝试过去 因成本和条件限制 而无法开展的研究 尤其是在量子计算 纳米技术 和新型能源等新型领域 不过 必须实事求是的说 虽然它的潜力 几乎肉眼可见 但这项技术 现在依然处在探索 与打磨的初级阶段 无论是把它应用到癌症治疗 还是用来探索宇宙的奥秘 距离真正走进医院和全球实验室 仍需要几年 乃至更长的时间打磨 萨海和它的团队 正在紧锣密鼓地改进技术 它们的目标 是提升硅材料的稳定性 让它在高能状态下 依然稳定可靠 同时 优化能量流的控制 让设备在现实应用中 既高效又安全 尽管还有路要走 但到目前为止的成果 已经像地基一样 为未来在多个领域实现 智得飞跃 打下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的大考验 就是把实验室里的样机 推向现实世界 无论是用在癌症患者的精准治疗 还是用来验证宇宙结构的前沿理论 尽管困难重重 萨海依然乐观 他相信在自己有生之年 这项技术会像显微镜 X光机一样 成为医学与科学实验室的标配工具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就能在医院里 看到用于精准治疗的 伽玛射线激光器 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 看到只有巴掌大的 粒子加速器在运转 可以说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 这项量子技术 有潜力彻底改写 医学和物理学的版图 开启一个全新的探索时代 他把庞大的粒子加速器 缩小到微芯片尺寸 不仅让高能实验 变得触手可及 还为精准癌症治疗 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技术通道 尽管真正普及到 现实生活中还需要时间 但眼下的每一步进展 都在为科学与医疗共同迈向一个新时代铺设跑道 可以预见 未来几年 我们将迎来一波又一波 足以让世界为之沸腾的科技突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将继续为您带来改变世界的科学故事